你看我們的獨家報導 臺灣鋼鐵原料仰賴進口 不過呢 鋼鐵重鎮大落河北唐山 因為疫情嚴重的封城 影響到了鋼鐵廠的營運 再加上了俄烏戰爭 烏克蘭大鋼鐵廠遭到了砲擊 三千萬噸的產能消失 鋼鐵大缺貨帶動了價格大漲 嚴重影響到了建商 現在除了因為沒有鋼鐵 供期必須拉長 還有一些新建案 恐怕得要先停擺了 工地現場怪手不斷開挖 地上鋼鐵支架擺滿滿 建設公司蓋一棟房子 就要用到好幾頓鋼鐵 但是未來恐怕供不應求 臺灣鋼鐵原料仰賴進口 不過鋼鐵重鎮大落河北唐山 疫情嚴重封城 連累鋼廠營運 加上俄烏問題燃燒 烏克蘭大鋼廠遭到砲擊 三千萬噸產能瞬間消失 讓建商好無奈 成本的增加以外 我供期上面 就鋼鐵材料商而言 鋼鐵材料而言的話 可能在備料前 可能要提早 岸廠需要用的是三千噸的話 可能我就要足批提早去購買 不只得提早叫貨 供期也必須拉長 但除了鋼鐵供期吃盡 就連價格也大漲 過去一公斤的鋼鐵 落在二十三塊錢 現在就要三十塊 而且價格還在持續飆漲 成本增加太大 讓小建商舊塊撐不下去 像是這樣的一棟房子至少需要四十噸的鋼筋材料 不過因為疫情還有戰爭關心 現在許多建案通通得要停擺了 營造業或是建設也不排除說 某些案子會進行暫時停止動工的動作 後續的一些衍生的 比如說模板的工資 押送車的工資 甚至是我們在用的混凝土 這些成本如果再提高的話 都會對營造廠及建設公司造成一個很大的損失 就怕煤鋼鐵蓋房子 新建案才剛定案恐怕就得先暫停 不過疫情還沒看到盡頭 加上國際情勢多變 情況何時能穩定還是未直數